家庭是我们社会的基石 我们也必须在他们人生不同的阶段 来支持他们的需求 先从孩子的支持说起 让他们可以建立起一个 人生稳固的基础 我们将会继续的采取步骤 来提升我们的学前教育的 这个可负 就是可以负担了起 政府支持的学前教育中心 我们将会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津切 好让他们赐付的这个金额 是可以控制在 是可负担得起的 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降低费用 让这些全天的 这个学前教育的费用 对于双薪家庭来讲 他们负担的是跟这个小学 或者是这个学生托管中心的 这个额度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来执行 第一个就是由政府提供的 学前教育 在2025年 我们将会进一步的减少 每个月的这个费用 对降低到 以这个主要业者 是640块钱 而伙伴业者的 这些学前教育中心 则是680块钱 那么这个呢 是在所有的这个家庭 他们得到这个托儿 托儿津贴之前的这个金额 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 把这个顶线 在2026年的时候 进一步的来这个降低细节 我们稍后会宣布 我也将会针对我们现有的 这个低收的家庭的津贴 进一步的来补充 将会使得 一万七千名的这个孩童呢 这个受贿 在学校里面 我们将会做的更多 帮助孩子们 可以发挥他们这个能力 教育部呢 将会更加的重视 比如说适应性啦 创造性的思维啦 共同技巧 还有功德性方面的能力 我们希望鼓励 还有呢 肯定这些 展现出这些能力的学生 包括加强 我们的教育处续方面的奖项 因此教育储蓄基金呢 我将会在填补二十亿元 以来支持这方面 还有其他方面的教育计划 对于年轻的服务 年轻人呢 他们已经决定安顿下来 可以自己组成自己的家庭 那么能够及时的 可以取得 他们的这个组屋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帮助这些的 首次购屋的这个家庭 我们将会加速 预购组屋的这种新供应 那么让这些家庭有的优先权 我们同时呢 也帮助这些 在这些 比如说呢 这个首选的位置来讲呢 这些组屋的价格 是大家可以更买得起的 那么是公平 不容包容性的 通过我们的黄金优选标准框架 那么这个将会在今年 稍后 针对新的预购组屋的项目 来实行 有些呢 这个夫妻 他们已经定了 这个建预购组屋 但是他们呢 需要临时有一个租的这个地方 住的地方 他们 然后才 特别是对于这些 家有这个幼儿的 目前呢 金融发展局是提供了 这个育儿短期 住屋计划下面的这个津贴 但是 金融发展局呢 收到了很多申请 育儿短期住屋计划的申请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呢 我们希望能够支持 这一些年轻的 有迫切住房需求的 因此我将会推出一个 为期一年的 育儿短期 住屋计划公开市场补助券 来支持这些在公开市场 租赁租足的符合资格的家庭